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一些开箱视频 今天开箱的是这款 前几年到的 来自VTUO的一款XR的眼镜 其实VTUO的这款XR眼镜的话 我几年早些时候 包括去年其实我一直都有关注过这样子一款产品 这款产品去年在时代杂志 The Best of Inventions 202还拿过酒 VTUO这个公司我一直以为是一家国外的公司 但后来我去查了一下才知道 这个其实是我们北京的一家公司 其实关于AR类的眼镜 现在市面上的产品已经非常多了 包括之前关注度非常高的 Apple的Vision Pro 但是3500它的价格实在是有点太高了 对于此类的竞品的话 这款VTUO ONE XR的零售价的话 应该只是在Vision Pro的十分之一的价格左右 对于这一类的AR的眼镜的话 其实我很早之前大概在19年的时候 就在GIGSR上面参加过一个 叫做Dream Glass的一个重车的项目 它是应该比较早的一款做AR眼镜的 我那也很早的时候就参与了这样子一个重车项目 对于那款眼镜的话 主要是有几个点让我觉得非常的不满意的 首先是那款眼镜非常之重 大概200多克 然后它是拖了一根比较长的线去连它的连接盒 在头上的话就非常不方便 以及对于我们这种戴眼镜的朋友来说 其实有个非常大的不好的点就是 如果你又要戴自己的眼镜 然后又得去戴他们的眼镜的话 其实是非常之不舒适的 对总结下来的话就是舒适性和变野性 就是我对那副眼镜最不能满意的两个点 然后VTUO的这款眼镜的话 我最早也是在Kickstarter上面看到他们的这款产品的 我看了一下 它这款Kickstarter上面的VTUO的眼镜的话 和这次到的这款VTUO ONE XR的眼镜 还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这款包装也非常的大 工作人员告诉我里面是一副VTUO ONE XR的眼镜 然后还有一个Mobile Dock 它们叫做魔宝屋 魔宝屋的作用的话 就应该是和类似的这种Dock的作用是比较相近的 就是用来连接你的视频外放设备的 它呢应该是有个HDMI的口子 或者是有个Type-C的口子来连接你的设备的 打开之后呢是一个Land Street 这呢是用来夹在眼镜前面的一个遮断阳光的一个 这个遮光片 接着呢是一个USB-C to glasses and charging adapter 就是这个USB-C眼镜和充电的一个适配器 接着呢是一个Mobile Dock Mount for Switch 就是Switch后面的一个 用来夹它魔宝屋的这样子一个夹子 然后呢这边同样是个Mobile Dock Mount for Steam Deck 它呢是一个Steam Deck的一个用来夹魔宝屋的一个夹子 这样配夹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相对而言的话 因为这款产品面相呢还是一般用来玩游戏 或者是看视频的没有 而且据我所知啊同类型的这种AI的应该都没有给它们的Dock 专门配备这种Switch或者Steam Deck的这种夹夹 这点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接着底下这边 这边的话应该就是它们的这个Mobile Dock 摩宝屋 这边的话很明显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贴了一个 Time Magazine时代杂志的Best Inventions of 2022 它这边的话是由时代杂志给它做配书了 我个人感觉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吧 OK底下这边的话就是它的这个Vito的眼镜了 它这个包装的话外面还套了一顿质格 有一说一样它的这种包装的品质风格是我非常喜欢的这种包装 首先看上去非常的简约 然后上面的质感的话也是非常好 这边侧边的话还有他们公司那句Sloga The Future is on View 视觉及未来 这款眼镜的话据我所知应该是有三个颜色 我这款呢是一个Jet Black 它们应该还有款蓝色配色的眼镜 然后我们一起来大家看一下 Open this way 它这个开合的方式的话也不是很一样 它是从这边给它开开的 我们这边给它稍微滑一下口子 OK这边打开之后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打开方式 还是蛮新奇的一种打开方式 这两边侧面的话分别是快速使用指南以及安全指南 它那也是有各种语言的 里面的话还有块专门的眼镜布 然后这里面的话就是它的眼镜了 外面的话还是有一个他们V2的眼镜盒 一个眼镜盒 之下的话还有一个anti clip Hear cover 以及一个nose pads 分别是一个眼镜的鼻夹 以及一个防止夹头发的这样子一个保护套吧 待会我们给它看一下 然后眼镜盒给它打开来 这拉链的话还是不错的 就是它的眼镜的本体了 首先这顶上的话是一个USB-C to Magnetic Connect Cable 是一个Type-C的磁吸的一个连接线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拉手 在那拉开栏 你可以看到里边的话是一条Type-C的线 当然它是磁吸的一个接口 这边是一个Type-C的端子 另外一头的话就是它的磁吸的一个连接的口子 这里面的话就是它这个眼镜 它这个眼镜的造型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好看的 眼镜造型 包括它这两边的话是专门配备了这种 应该是合金材质的脚架 右边脚架的话就是它这边眼镜连接的这样子的口子 然后左边的话就是没有的这样子一个设计 这也是它眼镜里面的这样子一个造型 然后它眼镜这边两个鼻架的话都是能够换的 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戴眼镜的朋友应该知道 像我们这种戴眼镜的其实对眼镜架子是有一定的需求的 眼镜其实是不太容易做成一个通用款的这样的一种产品 因为对于每个人的头型 包括你从戴眼镜的到鼻梁之间的这个距离 其他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是不太容易做成一种通用品的 这样子的设计 它这款产品比较好的就是它里面还专门给了三副 不同造型的这个鼻架 专门能给不同的用户去做一个适配这样子 然后这个配件组里面的话除了三个鼻架 还有这边一个是这种硅胶套吧 它这边的考虑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想法的 一般来说大家不会传闻说这边还专门给连接处设计一个 防止你头发夹在里面的这样子一个硅胶套 这个眼镜有一点非常好的就是对比我之前说过的Gmail 它对于近视眼的用户来说 它是能做到0到500度的近视眼调节的这样子一个功能 对于500度之下的戴眼镜的用户我个人感觉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一般来说如果对于戴眼镜的用户如果你要再戴一副眼镜 其实说实话是真的很烦的 然后眼镜两侧的这两个合金轴的话也是能够向外打开的 对于一般头大人来说的话也是比较方便的 这就是我说的一般来说的话眼镜是具有它自己的特定性的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它的戴上去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你如果要做到普遍性的话你在设计上面是要下很大功夫的 这款眼镜的话就比较好 它在做两边脚架的时候是考虑到不同头型的人去做的设计 然后对于有不同鼻型的人来说的话 它这边是设计了三幅可计换加上这幅一共是四幅可计换的笔架的 所以也是尽可能的去适配不同鼻型的用户的 然后它上面的话对于0到500度近视眼可调节的这功能的话 也是适配了很多近视眼的用户的这样子一个需求 然后两边脚架这边是有两个扬声器的出声口的这样的设计 本身对于AR眼镜来说的话 你如果要做到够鼻声的话 眼镜上面的扬声器它是必备的 然后左边脚架这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有一短一长两个按键 短按键这边按一下的话是可以改变它的电质变色膜的 可以调节它的镜片的背景透光度 就平时如果你不单单是需要看眼镜里面投射的内容 一或是你还需要看外界的这个情况的话 通过这边的短按键按一下的话 就可以切换它里面的图光度 然后可以让你直接从这边看到外界的这样子的情况 同样触摸眼镜的话也是能够支持原生3D视频和游戏的 如果你要开启三级模式的话就是长按这边的这个短键 然后这边如果连续按三下这个短键的话 可以切换它内置的3DLF的定屏功能 待会我会去试一下 这边的话再来看一下眼镜本体的重量 之前我说过的我之前用的那副GMA的眼镜的话 因为它本身达到200克左右的样子 戴上去实在是太重了 如果对于我这种常年佩戴眼镜的人来说的话 戴一副眼镜都觉得很重的话 对于那些平时不戴眼镜的人来说 我觉得可能会觉得更重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副眼镜 这副眼镜的话是在82.2克的样子 其实我个人感觉82.2克还是有一些重的 可以来比较一下我的眼镜 我自己本身戴的眼镜的话是36克的样子 所以它基本上是两倍的这样子一个重量 舒适性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介于很多朋友可能本身是不戴眼镜的 如果你去戴这样子一副眼镜 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的 OK 这样就是它眼镜的本体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配件 这边我再提一嘴 我实在是非常喜欢它这个外包装的设计 这样子打开的这个样式的 之前的产品我都没有见过这种打开方式 非常的有它自己的一个风格在里面 接着我们这边再来看一下Vito的这款 Mobile Dock 这款魔宝屋 它这边写的是Immersive Switch and Steam Deck Gaming 我觉得它可能是因为出的比较早一些 现在的话一般都会把ROG Ally放在里面 然后它这边打开的话是在这一边 这边的话它专门有一个Tier This Way 从这边给它撕开来 这设计也是很苹果的这种设计风格 这边一个油拉条给它撕掉 然后这边给它抽出来 这就是它的魔宝屋了 它的包装有一说一说 做的真不错 其实大家有去了解过的话 在产品的包装设计 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学问 拿出来的话这边是它的Mobile Dock 其他的话同样是一个使用指南 以及安全说明 以及一个Type-C的线 这条Type-C的线还是非常之短的 特别短的一条系列系的线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魔宝屋的本体 这边撕开都是非常具有苹果风的撕开方式 这样子的一个打开方式 这就是V2它的魔宝屋 它的产品我个人感觉 做工上面来说是非常之不错的 这个磨砂手感 这个魔宝屋的手感还真的挺不错的 它这个魔宝屋不仅仅是一个Dock底座的 它还本身里面自带了一块 13000毫安时的电池 它本身也是能够做到充电宝的这样的功能 可以去给Switch或者Steam Deck去做续航充电的这样的功效 它这个13000毫安时的电池 官方上面宣传说的是 最高可以给Switch续航六个小时的时间 Steam Deck是多续航三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这个魔宝屋的话也比较的紧张 上面的话这边是四个知识Demma应该是 然后这边的话应该是一个开关的按钮 然后其余这三边的话都没有多余的接口 正面这边接口的话 这边是一个HDMI的输入的一个口子 这边的话有个全功能的Type-C的口子 然后这边两个是眼镜的Type-C的口子 这个魔宝屋是能够支持同一个视频源 除出两个眼镜上面 就比如说你如果在放一部电影的时候 你是能够做到同时两人去观看 或者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 是能够做到同时玩一个游戏 然后是用两副眼镜去看同一个屏幕的这样的效果 接着我们这边再来看一下 它关于Switch以及Steam Deck的 魔宝屋的这个背夹 它这边的话是给我两个夹子 我觉得之后的话如果有RGMI的话 它可能还会出另外的这种配件 配件的话我觉得也是对于产品适配器 本身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吧 里面的话是一个安全指南 以及一个快速使用指南 就是教你怎么将它的这个 魔宝屋夹到Switch上面 这个的话大家大家都能看懂吧 接着呢是它的背夹的本体 首先将这边给它拿下来 这边同样给它套下来 OK就是这样子一个夹子 它这个Switch的背夹的话 应该是塑料材质的背夹 然后不是特别硬的那种背夹 所以套上去的时候应该不会把机器刮坏 然后它上面的话也是做了类肤质的涂层 手感也比较舒服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套进去的话 就是将它一边给它套进去 然后另外一边给它一夹 轻轻用力往前一推就行了 然后我就进去了 整个这个壳子对于Switch 这个机型的像性做的还是不错的 还是比较贴合的 这边的开关按钮 然后两边的音量调节键以及这边出风口 OXR机接口卡带的卡槽部分 它都是做了开口的设计 底下的话Type-C它也是做了开口的设计 另外大家如果对于普通Switch 以及Switch OLED机器有一定了解的 基本上都知道它做的这样子开口的设计 应该是顾及到了Switch 以及Switch OLED整体的设计 它这边开口长的部分 因为Switch OLED它的踩关键是长条的 这边的话还有个探测屏幕亮度的 这样子一个进光口 背部这边的话就是专门用来放 摩宝屋的这样子一个背夹 背部给摩宝屋放进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因为它这个夹子本身是具有一定弹性的 所以将它两边给它卡进去 然后也同样是一边给它一推 轻轻一推就行了 这边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Switch的背夹的话也专门给摩宝屋 专门这几个接口做了开口的处理 现在就是Switch的背夹的这样子一个模式 当然它这个设计的话因为接口都在底部 所以你平时如果要这个树立放在桌面上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不行的 因为你这边毕竟是要接线的 所以它只有一个方式就是平躺着放在桌面上 这边的话我同样也拿Switch OLED来测试一下 首先要取下来的话从下面开始走 轻轻往外推推出来就行了 这后面它专门设计的造型是因为你无论是Switch 包括Switch OLED它背后它都是具有这两个进风口的 Switch的话是这边两排的进风口 然后Switch OLED的话是这边四个进风口 是在它的支撑架的底下 这两边的进风口 它这边的话由于要顾及它的火把屋 所以它没法在这边做开口 它这边的话是专门设计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专门是有一个凸起的这样的一个十字 就是相当于你背部的背板和Switch的背板之间是有一段距离的 可以让你的空气能够在这边做到一定程度的流通 而不是你两边的背板直接贴起来 导致的完全没有进风 它这边的话还是有一部分的这个进气的效果 虽然是会影响一部分的散热 不过油总比没有墙吧 然后Switch放一边 将这个TOS给Switch OLED 上面的这几个孔位给它对齐 这样一个音量调节键以及开关 对齐 然后底下轻轻给它一推 推进去就行了 这个背壳的话 因为本身上面是人类肤质涂层的表面 而且壳子的话也比较的软 所以本身对于机身的磨损应该还是比较小的 开口部分的话 因为它要顾及Switch以及Switch OLED 所以它专门做了这种折衷的方案 这边的话开关音量键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包括它Switch OLED上面的这个进光口 也是专门做了开孔 这边的话出风口的话是 估计的Switch和Switch OLED 所以它做成这样的一个造型 然后这边的话 OX21接口 以及这边卡带的部分 它都做了开口的处理 然后底部的话Type-C的扣子 这边的话外面是两个扬声器的出声口 接着呢是摩宝屋它的Steam Deck的这个背夹 这边我们同样来开箱看一下 打开来之后呢 和Switch的那个背夹是几乎一样 里面呢同样也是安全指南 以及快速使用指南的说明书 所以家里怎么给它夹上去 然后呢是它的背夹的本体 它整个造型呢和Switch的那个背部支架 是比较相似的 只是它的size会大一些 因为Steam Deck本身稍微大了一些 这就是Steam Deck它的这个支架 这边呢要特别说明一下 Steam Deck的这个背夹部分和Switch的这个背夹部分的材料是不太一样的 我刚才说了 Switch的这个背夹部分 它的这个材质呢应该是塑料 然后上面是具有类复制涂存的这样子一个背夹 但是Steam Deck的它这个背夹的话 是塑料感比较重的 然后它是表面没有类复制涂存的这样子一个背夹 然后这边使用上来说的话 还是和刚才一样的 就是对取上面的孔位这边给它套进去 然后底下稍微用一点力 这样子就给大家直接讲一句了 这边的话我们也同样将模把屋给它放上去 这边需要注意就是 也是和Switch不一样 它模把屋这一排的接口呢是朝上的 因为它的这个Type-C的接口是在上面的 通常设计呢它就是放在上面 Switch的话因为它几步的Type-C口是在下面 所以同一方向也是在下面 然后我们这边给它装上去的时候呢 也同样是对取两边 然后轻易给它按进去就行了 这样子的话就是Steam Deck 加上模把屋它的一体的 整体因为Steam Deck 比Switch本身还重一些嘛 所以再加上这个模把屋架 它的支架的话 可能重量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如果你长时间要用掌机模式的话 我个人感觉还是有一些重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剩下的两个配件 分别是USB-C到眼镜 以及这个充电的这样的一个适配器 还有一个眼镜的遮光片 那一起来看一下 好遮光片里面呢同样也是说明书 安全使用指南 然后呢就是这样子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颗塑料的遮光片 它这个遮光片的话是使用了卡扣这样的设计 比较简单的就是你将这个遮光片直接放在这边 然后给它卡住 这样子就行了 做到这样子的效果 最后的话是它这个Type-C的适配器 来看一下 这个适配器的话也是比较简单 一头的话是一个Type-C的接口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Type-C充电口 以及一个眼镜的接口 它呢有这样子一个适配器之后呢 就是你能够一边用眼镜一边给这个设备来充电的这样子一个功能 OK 现在我们实际测试一下 首先呢这副VITU ONE XR的眼镜呢是支持现在市面上绝大部分的手机的 三星的DEX 华为的MU 都是能做到拿它这里面附带的这根线做到一线直连的 应该说现在市面上绝大部分的安卓手机呢 这副眼镜都是能够支持的 我手头呢并没有三星和华为的手机了 所以我这根呢只能拿我Microsoft的Dule来测试一下 这个手机呢是Android-based的 不过手机非常垃圾 然后我这边来测试一下 连接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 你直接将它里面的这条连接线连接到你的手机上面去 然后是通过这边的磁锡达克这边连接上 手机的屏幕呢就直接投到眼镜上去了 大家能看到 就是现在屏幕中间的效果 不知道大家能看见出 因为Microsoft Surface D呢它是双屏手机 所以左右两个屏幕是不一样的 现在眼镜上呢也是能够显示左右两边的屏幕的 首先戴上去之后呢 由于它这边默认的这个笔架是偏中长度的 所以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屏幕的话是偏靠上一些的 所以我这边的话就先计换一下它的这个笔架 它这个笔架的话计换起来也非常方便 直接这样子往外搬出来就行了 然后要将计换的笔架这样插进去就行了 非常的方便 因为我本身是有近视眼的嘛 看这个屏幕的话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我现在的话就是靠上面这两边的这两个轮盘 然后来调整它的这个清晰程度 来符合我自己的眼睛的近视程度 它这副眼睛的话比较好的就是它对于左右两边 有分开来不同的调节近视眼的这样子一个轮盘 因为本身很多朋友它左右两边它近视眼其实度数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两个轮盘来调节的话会比较好一些 OK我基本上调到了500度左右吧 所以现在的屏幕上非常清楚啊 本身眼镜两边的话都分别有一块 最高可支持1080P 60Hz热线率的屏幕 对比度以及它的锐利程度都非常之高 图像看起来非常的脆 它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大的一块屏幕 怎么说呢 它官方上宣传上说的是120寸的屏幕 但是120寸的话是跟你的眼睛的视距是有关的 如果你隔了大概8到10米的距离的话 它可能是一块100多寸 可能不到120寸 在100寸的样子 如果你放在比如说我平时使用电脑的时候 大概在1B多的这个距离去看屏幕的话 它大概是一块32到40寸 最后的一块屏幕 现在我在眼睛上能看到的屏幕的话就是像这样子一个情况 因为它本身是双屏的手机 但是我现在眼睛看到的话 它中间是没有缝的 两个屏幕是连接在一起的 不像就中间是一条隔开来的轴承 ok安卓的手机呢 我这边测试了 然后再来试下苹果的手机 因为苹果的手机本身 在今年9月份15出来之前 它都是用了Lightning的接口 但是Lightning接口的话 是没法做到一线直连的 这边的话就得需要用到Lightning的转接器了 我这边这个呢 是一个Lightning转HDMI的输出的这样子一个转接器 这边的话也来连接一下 这边的话就得需要用到它的魔宝物了 魔宝物的话也很简单 它本身是里面有一块13000毫安时的电池的 然后我这边给它连接的话 就是直接用一条HDMI的线给它连一下 ok这边的HDMI的线呢已经接好了 然后我们再把眼镜接上 眼镜的话也跟刚才基本上是一样的 因为它这个魔宝物呢 是能够支持两副眼镜的 所以我这边的话就直接接一个结构 然后这边磁吸的话 就对这边的眼镜吸附住 然后我将手机屏幕打开 可以看到这边眼镜上面呢 已经显示我手机屏幕上的内容了 ok现在的话 我直接在Twitch上面放了一段视频 然后可以看到 现在手机屏幕上的内容呢 已经投射到影片上了 ok现在戴上去之后呢 就能看到屏幕上的内容了 基本上和刚才的显示效果差不多 因为我本身现在是白天嘛 这边的光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屏幕的亮度呢 还是真的是非常可以的 这边的话用它的遮光镜片 再给它戴上去之后呢 能感觉到它的屏幕变得更清晰了 就是对比度更明显了 黑白差别更大了嘛 如果你这边觉得屏幕过暗或者过亮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边左侧的这个长按键 通过这个长按键呢 可以上下来调整它屏幕的这个亮度 这屏幕调的最亮的话 确实是比较亮的这样的情况 其实在白天啊 比较大的这个阳光下 我觉得也是能够看的比较清楚的 然后另外有一点要说的是 这个眼镜它本身是带扬声器的嘛 这样子你戴上去之后呢 它两边的声音呢 是直接能通过这边 直接传到你的耳朵里面去的 我觉得这点还是不错的 像现在如果你不戴了之后 或者是你在旁边的这样子的情况 大家和这样子一臂的距离 是听不到它里面传出来的声音的 现在的话基本上只能听到非常微弱的 一点点的这种声音啊 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平时 如果在看一些比较奇怪的视频 或者是在玩一些奇怪的游戏的话 你也不会影响到旁边周围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边的话我们再来试一下平板啊 平板的话都是能够做到 用它这里面的这条线做到一线之连的 无论是各种安卓手机 三星的DAX 华为的AMU 都是能够做到一线之连的 然后我这边的话来测试一下iPad iPad的话就不同于iPhone 基本上几年前的大部分的iPad 都已经换上TapT的接口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直接 它里面这条线直接连接一下 这边插上去了之后呢 我就能看到这个屏幕已经投上去了 现在眼镜是直接能看到屏幕里的内容的 我这边也带上去试一下 现在呢就已经能够看到iPad的内容 这边的话给它全屏一下 非常清晰的看到屏幕上的内容 这边要另外说一下就是如果要改变它的电质变色膜 去切换它的透光的话 就是这边的短按键按一下 基本上就能看到旁边的这个情况了 比如说两只手在前面 我是能看到两只手的这个情况的 然后如果你站起来 这四周的情况都是能够看到比较清晰的 然后这个屏幕的话是在你的这个正中间 然后这眼镜的话也是能够支持3D模式的 长按这边的短按键 就能够切换到3D模式 但是这的话就取决于你的片源了 你的片源是得支持3D模式的 它才能够看到这个3D情况 不然的话就是两边这个分开来的这个屏幕 看上去确实有点奇怪 因为我现在这个片源看起来不支持 然后你如果要在PID上面玩一些小游戏的话 也是直接能够在PID上面玩的 不过你端这个PID玩游戏的话 确实比较奇怪 这个的话你可以继续适配一个手柄啊什么的 然后可以对着这个屏幕玩游戏也还是可以的 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游戏怎么样 首先它这款眼镜的定位呢 是游戏性的这个AR眼镜 所以它主要呢 是面向现在是面向主流的游戏设备 我们首先先拿Steam Deck来试一下 Steam Deck的话 因为它本身是自带了一个全功能Type-C的接口的 所以它呢也是能够做到一线直连的 这边呢要特别说一下就是 它这副眼镜里面是不带内置电池的 所以它呢是能够把重量控制在80克左右的样子 它呢这边是得需要靠外部设备来给它供电的 不过它的这个用电量基本上是在一瓦左右的样子 还是非常非常省电的一环眼镜 可以现在的话我们来试一下Steam Deck 我这边首先来连接下Steam Controller 所以我现在这边呢Steam Controller已经配上了 然后我们来开个游戏试一下 现在呢我这边就已经开了这个游戏了 然后我这边的话就先将它搁在桌上 这边的话连接也是和之前一样的 就是通过Steam上面的这个SQL 现在呢就能看到游戏中的内容了 如果你要玩的话就是你拿Steam Deck去操作也是一样的 我这边的话因为我连接了手柄 所以我这边先使用手柄连接一下 这边的话你不单单是直接拿着Steam Deck去玩 你也可以用外接的手柄去玩它的这个游戏 也是没有问题的 本身这样操作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刚才我们试过了Steam Deck 现在我们再来试一下Switch Switch的话就不通过Steam Deck 它是没法做到一线直连的 这边的话我们就得使用到它的某宝屋 某宝屋的话不单单是做到一个Dog 它呢还是能够给你的Switch充电的 它的里面一贯 这边三千毫安时的电池呢是能够最多给 Switch做到续航六小时的这个功效 这边的话我就用到它里面附带的这条Type-C的线 然后我们将它一端插到某宝屋上 另外一端的话就直接到Switch了 然后直接给它连上 这边的话我们将这个眼镜的一端插到某宝屋的眼镜接口上面去 好现在眼镜里面呢也是直接有Switch屏幕上面的这些内容了 然后我们现在戴上眼镜 OK戴上眼镜之后呢就直接能看到屏幕上的这些内容了 OK这边的话我就用Pro Controller来操作一下 这边要另外说的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常年戴眼镜了嘛 所以这副眼镜戴上去时间长了并不觉得特别的重啊 有一说一跟我之前用过的那副眼镜比起来就是轻了好多 然后它这条线本身也比较的轻啊 搭在上面的时候你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连质感 OK整个Switch使用起来的话也没有问题啊 它现在的话还在给我的Switch充电 如果要利用它这个背夹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一体性会更好一些 直接这样子给它夹在背后 然后这样子平时你如果要玩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放在旁边 然后连接你的眼镜这样去玩就行 这边的话我们再来试一下OJ Allen 官方送我对接的时候呢 是只让我测Switch和Steam Deck的 这边的话我们同样也来试一下OJ Allen OJ Allen 由于它本身是用了Windows的系统 它是一个Wind上机 它的这个输出呢 就基本上和普通的Windows的笔记本都是类似的 它是具有摄影输入功能的这个Type-P的接口 可以看到它现在这边线接上之后呢 它的屏幕已经投到这副影音机上面去了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屏幕上内容 OK 现在进了游戏镜片之后呢 我们将这个线给它连上 OJ Allen 如果你直接将线给它连上 它是没法用出屏功能的 然后Steam Deck上面有很多的一部分 是得需要靠它出屏上去操作的 所以我现在的话是得先进游戏 然后才能连接这个线 那些东西会给你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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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了 其实你整个使用下来的感觉的话 如果你头经常不动保持在一个地方的话 基本上和我平时玩大屏幕的时候的感觉 是比较类似的 唯一有点不同就是 因为你带了点镜嘛 本身还是会有一些不适感的 这呢可能得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去试一下 然后才会低效这种不适感 OK 刚才的话 我们测试了Steam Deck Switch 以及OJ Allen 都没有任何问题了 这些账机 然后你如果要玩PlayStation PS4 PS5或者Xbox的话 也都没有任何问题了 因为这些设备的话 都是通过HDMI去做外部输出的 这样子一个功能 对于这些主机的话 我们都可以直接用到魔宝物啊 因为魔宝物本身是带这个HDMI输入的一个功能的 所以在做PS4 PS5它的视频输出的时候呢 直接将HDMI的线给它连接一下 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戴眼镜 然后去做到用手柄去玩啊这个游戏了 OK 这边呢来补充一下啊 我在大概使用了一周多的时间之后的感受 首先呢这段时间我大哥用了Y2的这副眼镜 不陆续续看了一部半的电影 然后大概完了得有十来个小时的游戏 总此呢还是从舒适性以及便捷性的角度来评价一下吧 首先这副眼镜在对于掌机的支持上 我觉得真的是挺不错的 上午呢我用这副眼镜在Steam Deck上面 玩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游戏吧 因为它本身能够跟Steam Deck做了一线之连 还是挺方便的 但是这边呢有一个点需要说一下就是 我本身的近视程度呢是超过500度的 所以用这副眼镜的话 因为它本身自带的是0到500度的近视线调节功能 如果超出500度的话 得去专门配它的有一副磁锡的镜片 它这个镜片的话 在中国和美国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美国的话你要去配眼镜的话 你是得需要有prescription 它的处方的 它主要是检测你的 首先是你的度数 然后是你的瞳孔之间的距离 加之呢还有一些像散光之类的这种度数 你是得需要专门去找眼镜店 去用你的这个处方去配它的眼镜的 FITU在海外的话 它是和Lanthology是有一个合作的关系的 你只要把你的prescription 你的处方发给他们Lanthology的公司 它是能够直接帮你用它的专门的磁锡的镜片 给你做好 然后给你寄过来的 但是在国内的话 这个流程我不是特别的清楚 首先它的店里面是有直接卖它的镜框的 我觉得可能跟大家普通在国内配眼镜的流程是 基本上类似吧 就是你带好你自己的镜框 就是它那副磁锡的镜片 然后去眼镜店里面直接去配就行了 这个如果有特殊流程的话 我会再问一下他们的工作人员 另外有一点的话 其实我在使用的时候也发现了 然后我也去跟他们工作人员沟通过了 因为我自己这次收到整套 VITU的这套神态的话 它里面是没有它自己的一套系统在里面的 所以比如说有些你要去看投屏你要使用L Play 去做到一些镜像或者投屏的功能的话 是没法做到的 大部分的时候 你都是得去靠它里面的眼镜带的这条线去连接的 这点我和工作人员交流的时候 他也告诉我 就是他们这套VITU的生态里面 他们还有一款警环 那款警环是自带他们的UI系统的 是能够支持Mirecast的以及L Play的 平时的话你可以直接将这条Type-C的线 这条连接的Type-C的线直接插到警环上面去就行了 然后就可以用移动设备去做投屏或者镜像的 这样这个功能 这点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自己又单独去买了一套他们的警环 接着再来聊一下关于舒适镜 以及便携性的化解 首先是关于舒适镜 怎么说呢 就是你如果使用你这副眼镜 超过一个小时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不适的 我个人感觉可能是由于重量或者是 因为我本身的近视程度是超过500度的 然后它最多只能调到500度嘛 因为像我平时戴眼镜的话 我是按照自己的度数戴的 但是戴舒服眼镜的时候 你的眼球还是会做到一个去切换这样子一个过程 所以时间长了眼睛还是会有一些不舒服的 当然这副眼镜如果你在玩游戏的时候 还在看周围的情况 就是头如果不是在一个固定角度一直保持着 毕竟它没有做到就是360度全包你的眼睛的整个视野的 还是有一部分视野是露在外面的 所以时间长了 不可命还是会有一些晕晕的感觉 然后另外一点是我老婆自己反映的 因为我老婆喜欢躺在床上看视频我这玩游戏 所以我之前给她试戴的时候她就是躺在床上 有一个点就是她平躺的时候 然后戴着个眼镜的时候 这边脚架会稍微长出来一点 所以就会把这个眼镜顶住这一部分 这是一个她觉得不是很好的点吧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便携性的问题 首先这副眼镜的不是特别重 如果外戴的话加它一个眼镜框 再加上它底座的这一套 背夹这一套也不是特别的重 所以要外戴的时候 它整套的便携性是不错的 然后你在连接的时候你也特别方便 因为本身如果你要在用AI眼镜的时候 要做特别繁琐的一套连接设备的话 我个人更倾向于就是你直接拿机器去玩 而不是用这么一整套的系统 它的话就比较的方便 至于大小的话 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一整套的话 基本上我都是放在我平时外戴的 那个专门给Switch那个包里面的 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 它这个往往够夹在Switch后面的话 基本上只是在厚度上面 给它增加了大概一米多的样子 不是很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最后我们再来说下购买建议 首先它整套系统并不便宜 你整个弄下来基本上是在4000多块钱的样子 但是相较于Apple的Vision Pro 还是便宜很多的 然后这整套系统相较于我之前说过的Dream Glass Air 那款眼镜 我个人感觉在观感体验上面 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的 我之前由于自己对那块眼镜 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体验 所以我对AI眼镜这一类的产品 很长时间都有一种抵触的感觉 但是在这次使用了下来之后 我确实感觉 在这个领域上面 我确实觉得它是下了一定的功夫在里面的 怎么说呢 对于这一类的产品 它本身是在你玩这些游戏的时候 是给你增加一个不一样的游戏体验在里面的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想要尝试的朋友 然后对于价钱不是特别在意 你是可以去做一下尝试的 这款眼镜我个人感觉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然后它也是有自己的V2Store 它那个网页做的也是比较的fancy 然后在微信上面的话 它也是有他们自己的小程序的 它这边的话是有一个V2Store 然后也是直接能够在上面买的吧 这个价格的话我基本上看了一下 我觉得比在国外买可能还稍微便宜一些 也稍微方便一些吧 OK这就是今天我们这期关于V21XR眼镜 以及它的魔宝物和它相关的这些配件 以及比较全面的开箱检测吧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